今日对柳云希望社每到下午就会有强大降雨 让不少地区传出积水的情况 为在雾峰区六股社区中正路247巷的一座大牌 最近水利局正在施作沟底强化工程 日前的一场大雨洪水宣泄不及 造成大水淹过桥面 甚至还蔓延进住家 附近住户表示 住在这里好几年 每逢大雨就要担心黄泥水会淹进家里 赶紧向地方明代来澄清 希望能够改善 让淹水的噩梦不再上演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滚滚黄水急速奔腾 甚至还蔓延到桥面上 大水来不及宣泄就淹进家里 这里是六股社区中正路247巷附近住户 时常碰到的现象 最近水利局在这附近大牌 石座沟底强化工程 日前一场大雨 让住家淹水噩梦再次上演 就落桌了 每年我们每年都会渡到 每年落桌 因为在面前三条狗 超了这条 所以不像这样 不像这样 那以前做什么 都这样啦 我们都很大惊讶了 面前击头起来 落桌后面去就知道 它那边比较压 里面也入水 没有啦 这个情形又有两个人 我七十年半来说 每年都这么多 对啊 一天落桌后我们的家庭 整理吃饭间 我饭间 我聽驚 我在聽驚 看電視才看到 哎唷 怎麼有水 喔 拚一枚 拚不拚不知道再拚 很麻煩 還有馬路上都是那些泥土 這樣 處理很不方便 也怕我們的生命財產有沒有 有威脅 希望政府能幫我們有沒有 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這樣 地方表示 居住在這邊十多年 美鳳強大降雨這附近的居民 就必須要提心吊膽 擔心大水隨時都會淹進家門 因為這座大牌必須要容納三條大水溝的水量 導致洪水漩洩不及 造成大水淹過橋面 黃泥水甚至還蔓延進住家 趕緊來向地方免帶陳情 希望能夠有所改善 我們的農機座 頭前那裡有三天中 是不是這樣可以說 來做一個桌樓 減少這些水量 其實如果一下雨 我們這邊 二四七鄉這邊的十七里 已經淹了很多次了 造成我們這邊的居民的恐慌 一下雨 一下這麼大雨 我們就很緊張 就要準備說 東西要搬的啦 什麼東西要趕快挪的 趕快挪的 所以請我們林必修議員 還有相關單位 趕快來解決這個淹水的問題 充滿爛泥巴的大水淹禁家們 不僅生命財產受到威脅 事後的清理也相當頭痛 所幸經過匯砍後 冰帶表示將會建議將橋的 兩側護欄圍起來 並在上游進行節流 減少水量 改善居民的當務之急 未來將會進行更完善的規劃 健身專 台中廠報導